很奇怪 我們覺得台灣經濟好 並沒有特別好 但是蔡英文總統一直告訴我們 這是台灣20年來 經濟最好的時候 尤其是過去兩年經濟有成長 政府的稅收也超過了預期 所以他已經請行政院提出了方案 讓收入比較少的民眾 優先分享經濟紅利 要怎麼去分享經濟紅利 據說第一個版本就是 由國發會研你刺激消費方案 第二個就是財政部針對小商家 你祭出租稅的優惠 經濟部這邊是擴大加碼 節能家電的補助 交通部這邊擴大國旅住宿的補助 這是一個比較迂迴的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變得比較直接了 他就直接用現金來補助你 經濟弱勢跟低薪者 就是月薪3萬塊以下的族群 直接現金發放給你 總經費大概400億 估計這樣的人 大概有200到300萬左右 所以平均每個人 可以拿到1萬多塊錢 對一些低薪族來講 當然覺得不錯 過年前有個大紅包 可以拿1萬多塊錢 可是這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台灣的稅收真的多了這麼多嗎 其實光是我們納保法 基本生活費的計算方式調整 跟額度上調的話 我們一年就要損失了 42億的稅收 然後行政院有意要擴大 貨車的報廢換新的 減徵貨物稅 預估這個稅損大概也要40億左右 這兩個加起來就82億 大家記得之前年金改革的時候 他一直告訴我們說 年金改革再不改革的話 國家就要破產了 全序部公布說年金改革 108年度中央審下51億元 地方政府可以審53億元 合計審了105億元 實際上假設我們政府 超售的稅金那麼多的話 年金改革根本就不可能會破產了 因為我們年年在超稅 所以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實際上過去14年 我們超增了11年 其實非常多我們經常在超增 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租稅的一些計算方式改變以外 更重要就是因為我們年年故意把預算 就是我們認為會收到的稅捐編得很低 所以每年都超收 這根本就不是實際上國家真正在賺錢 實際上我們國家還是年年都在舉債 因為我們的預算 每年都還是要靠債務來去平衡 所以這根本不是國家的什麼經濟紅利 那這樣的發放 是不是單純就是為了買票而已 我們國家絕對是沒有錢 剛剛韓碧已經特別提到了 什麼叫做超增 超增就不等於盈餘 這點概念我們現在先搞清楚 而且超增就是 比你所預估所編的值 還要再高出來 可是不代表國家就是賺錢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國家目前為止所背負的債務 將近達到5.3兆 這個是從長期以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蔡總統這樣的政策到底合不合理 首先他特別提到說 這兩年經濟大 對不起我們國家已經超增 非常久了 請你不要忽略了 102 103 104 105 馬政府時代 那個時候就是已經超增了 可是超增 當有很多民間的聲音說 我們應該還稅愚民的時候 那時候的財政部是怎麼說的 他說我們要先還債 各位聽清楚了我們要先還債 因為我們已經債務欠的非常多了 那你不要看是今年 今年我們的稅出加減掉稅入 橫橫減減的 我們基本上就已經是負債93億 那你更不要說我們法定 要攤提的780多億 所以加減當中 其實一年當中就是1000 剛剛秀琳所提到的 將近1000億左右 你這不還包括的前瞻裡面的 我們官方我們的治水 還有地域的預算 也都超過1000億以上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欠的債 所以你要知道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平均下來 我們一個人目前為止 都還背負的將近23萬的債務 所以有這麼多債的狀況之下面 我們怎麼可能有錢 省了這些400多億的超增的錢 怎麼可能就這樣給他花掉了呢 如果政府這麼多錢的話 年金改革的時候 你不斷不斷在叫窮嗎 我們在做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政府不是說我們沒有錢了嗎 所以這些錢 到底是怎麼來用 我再一次的強調 從馬政府時代我們就有超增 只是那時候考量 全國的整個的稅務 還有我們的債務的 這樣的貪平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人說 要把這些稅變成現金 發放給所謂3萬以下的 這些的人民 而且3萬塊是經濟弱勢嗎 很多時候我一個人是3萬塊 可是有很多人是我一個人賺5萬塊 可是我要養一家人 所以你到底怎麼樣來去算 這樣的算法到底公不公平 而且我們再來看 我們今年的超增是來自於什麼 營鎖稅 還有我們的遺政稅 還有菸酒稅跟房屋稅 光是這個所謂的政鎖稅來看的話 以前從17%到目前提高到20% 這個光是這一項 就超增了630億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是 這樣的一個提高有沒有合理 所以你好像是把這個額的毛 拔得太多了 你現在該怎麼辦 你把這邊超增了 然後把這些錢還來給這一群人 從這邊來然後到這邊去 那你到底這樣子的 所謂的公平正義是符合的嗎 我們只是再一次的強調 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其實在很多年度裡面 就有超增 但超增不代表盈餘 公司除非你真正的賺錢 你才會辦法鼓勵 紅利分給員工 如果你沒有的話 只是透過數字 而在國家這麼樣的 危難的狀況之下 過去的政府不敢做 為什麼你敢做 原因就是過去政府知道 我們還是要還債 而你現在特別是選錢 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完全無視於 無視於我們過去整個的 財政經濟的一個平衡點 你卻要發這個所謂的400億 然後讓這些人來受賄 我個人覺得幫助弱勢很重要 可是這種幫法 有沒有買票的嫌疑 而且弱勢不是你一下之間 給你多了1萬塊 你就有辦法徹底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短線的 當每個人只要是一個短線的時候 就會想到 你是否是在有買票的嫌疑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過去政府不買票 你現在要來買票 所以這個完全 都是因為選舉的考量 我覺得這對弱勢 他對整個台灣經濟的體現來說 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蔡政府絕對是在用這個方法 透過發紅包的方法 決定就是要來買票 這點是我們要嚴重的質疑的 超增稅收了 他稅收比原本預期的多 可是國家的財政債務都還很困難 現在我們大概還有5.3兆的一個負債 中央政府 所以平均你我 我們現在第一次前面的觀眾朋友 跟偉翰一樣 全台灣2300多萬人 平均每個人負債22萬 這些問題還沒有解決 很多的財務缺口 所以之前上禮拜有人看不太懂 到底是什麼意思 什麼有這個稅收 因為觀眾朋友這樣講 在蔡總統1月1號發表的談話說 稅收有超過 要把紅利給中低收入之前 你知道我們的稅收超增嗎 大家知道超收這個稅收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第一點 所以現在錢多出來了 你平均每個月本來是月薪3萬多 可是你突然多拿了一筆錢 你要去趕快處理你的車子的貸的問題 房貸的問題 而不是說太好 我們就趕快出國出來 然後去吃個大餐把它花掉 重點在這裡 不是不能做 但是你要說明清楚為什麼 現在看起來方向就是兩個 一個是月收入3萬塊 或者是家庭所得 大概是中低收入戶比較低的 他可以拿到 但是這個族群 是屬於社會比較弱勢的 你說他去照顧他 好像也沒有什麼錯 可是他又跨過地方政府 像高雄市政府 之前請了副市長去行政院會 就是講說 我高雄市舉債2400多億 我好多缺口 如果中央真的 如蔡總統講說要發錢的話 是不是我們這邊 可以提出我們的需求 去處理掉其中部分的一些 這些帳目跟債務 不行 我直接要發給這些人 要大家知道 這是蔡總統的德政 這是民進黨政府的德政 大家去算一下 如果說因為這樣 將近300萬人 200多萬人 真的拿到這一筆錢 一次性的消費 他當然不是每個月 可是在下一次總統選舉之前 他拿到的這一個人 可能要1萬多塊 他可能對這樣子的一個好感度增加了 所以想要 你說至少有200到300萬的鐵票 他拿到 沒有 他不會全部 我倒認為 假設300萬人都拿到了 1萬塊錢的一次性的補償 然後他又是低收入戶 然後他覺得說蔡總統很照顧我 或許這其中三分之一好了 100萬 100萬人真的下一次想要把票 投給蔡總統或是民進黨 來回就是200萬 所以這個我是不好意思講說 這是比較看起來 像是買票的行為 大家講說以前馬英九也發消費券 消費券是希望 看到大家其實手上應該有錢 可是都不消費 所以我發給所有人 連家裡的小孩老人都有 大家拿到錢之後 他又有一個期限 你不花的話他會失效 所以你要去花 所以大家就突然 餐廳也活絡了 旅遊也活絡了 因為我要把那個消費券給花掉 現在拿到錢的這個target 是兩三百萬的中低收入戶 跟家裡比較弱勢的人 他一定有他的財務缺口 他拿到這筆錢 他是沒有錯 是及時雨可以幫助解決他 可能過年前的問題 或者是說這一陣子的問題 可是他就不會刺激到 全民的消費 就不會提振經濟 所以這比較像是 就是希望能夠讓民眾 特別是中低收入 對我這個蔡總統 跟政府有好感的做法 看起來比較像是這樣 跟澳門 香港 或其他新加坡 那一種就是已經講好了 如果我們國家 整體財務有盈餘 那我們就發 那個老闆講 如果我們賺錢 我們就每個人發 他還不是發給所有員工 他只有發給部分 可能月薪在3萬塊以下的員工 然後發給他以後 其他人我拚命工作 這一群人 剛剛柯仁姐在講 第一個就是 他不會是完全是沒有錢的人 他是在稅務上看起來 他是繳稅 總說這些人要怎麼找出來 對 萬一你有一些 大家覺得說其實是很有錢 但是他在稅務上看起來是弱勢的人 他沒領薪水 但是他其實很有錢 第二個就是這筆錢的來源是稅收 可是這群人其實是 可能是不用繳稅的一個組織 不用繳稅的 所以繳稅的人多了這筆錢 你不去建設國家造橋坡路 但是你反而發給 我們現在不是說 反對發給弱勢的人 而是說這個事情看起來 好像不是為了國家做計劃的 而是我在上個年度 在計劃我的稅收的時候 我所訂的標準現在超過了 超過了就趕快去把現在的 預算缺口給他補齊 哪些地方的建設趕快把它做好 怎麼會是直接發錢 給特定的一個族群 這兩三百萬 這看起來跟 明年2020的總統大選 看起來關係比較直接一點 V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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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